各位老板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绝对干货满满 Chrome作为全球市占率首屈一指的浏览器 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长期追捧 甚至连微软的Ager浏览器也采用Chrome的内核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和其较为完整且丰富的插件生态密不可疯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几款我常用的Chrome插件 这些小工具能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提升工作效率 甚至还能让我们的上网体验变得更加个性化和有趣 如果你也想让你的Chrome浏览器瞬间变成超级工具箱 那就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要完赚Chrome插件,首先要登录谷歌账号 有了谷歌账号之后,我们的书签还有插件 才能跟着我们这个账号走 也就是无论你在哪台机器上登录Chrome 你的浏览器配置不会随之变化 登录好谷歌账号之后,打开我们这篇帖子 第一个插件就是扩展管理器 我们可以将它添加到扩展栏中 添加好之后,一定要将这个停靠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页面是这样的 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管理我们的插件 它这边有几个选项,锁定,卸载,主页,选项 正常管理插件的方式是这样的 点三个点 扩展程序,管理扩展程序 在这个页面中打开或关闭 有了这个插件之后,我们可以不用进到扩展程序管理页面 直接在网站上进行管理 非常的一目了然 第二款非常强大的插件 我们来介绍脚本猫 说到脚本猫,就不得不提到串改猫 这两个插件在我们的浏览器中 只能选择一个安装 不管是脚本猫还是串改猫 它们都特别依赖于这个脚本 相当于是插件的插件 这里所设计的脚本 是以JavaScript为基础 进行开发的一种自动化工具 脚本猫相比于串改猫 对于开发者来说 更加友好 比如支持后台脚本和定时任务 管理页面更加清晰 便于理解 虽然生态还没有达到像篡改猫那样丰富 但是我认为 对于Chrome的支持 脚本猫是更胜一筹的 点击这个按钮 将脚本猫添加到Chrome浏览器之后 我们点击寻找脚本 按日安装量或总安装量进行排序 发现脚本猫 很多脚本都是给大学生上网课用的 这种脚本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这种偷懒的方式 有点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们这里介绍几个其他有用的脚本 第一个是MAP视频工具箱 这脚本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全网UIT会员的内容 免会员能看到最新的聚集 脚本的安装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需要的脚本 点进去 这里有个安装脚本 继续点安装 就安装好了 然后将这个蓝色的钮给它打开 下一步我们进行演示 打开你想观看的剧集 这个VIP就出现在这里 点击它会出现这么多的选项 我们随便选一个 视频就可以随意播放 如果我们需要下载 则安装这个脚本 回到视频这里 点击解析视频 解析成功之后 可以用ID进行下载 视频下载到本地 用PortPlayer打开 就可以观看了 另外一个我常用到的脚本 就是CSDN广告过滤脚本 它的作用是 在打开CSDN网站后 可以免登录 并且付费的内容 也可以随时的观看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用的脚本 一个是网盘的不限速下载 当然这个需要将资源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中 才可以进行解析 还有一个是文本选中复制 比如说百度文库中有一些内容 我们是需要付费才能够进行复制的 有了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随意复制网站中的内容 第三款工具是质朴清延AI 添加到Chrome中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质朴清延的快捷键 就会出现在右下方 它这里主要有四个功能 页面总结 多链接总结 截屏对话和网页翻译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我们点击给它总结 它就会将这篇文章的要点 罗列出来 方便我们高效的阅读网页 截屏对话 我们可以对网页进行提问 它指出这是北魏时期的话 下一个功能网页翻译 顾名思义可以将网页翻译成我们的目标语言 最后是这个多链接总结 打开知乎进行演示 它会出现一个小圈圈 点击对号 发送 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迅速搞清楚一个知识点 第四款工具 曾经是翻译 这款工具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几乎支持了所有主流的浏览器 添加到Chrome之后 进行设置 网站的语言 我们选择自动检测 目标语言 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 翻译服务 可以选择微软 谷歌 以及质朴的翻译 设置好之后 我们打开一个网页 插件已经停靠在右下方 点击翻译 它就会将网页上的内容 翻译成我们需要的目标语言 并且是中英文对照的 而且还可以进行点击 点击之后依然翻译有效 并且是这种分段翻译 有利于我们自己英语水平的一个提升 另外它还有许多额外的功能 比如阅读本地电子书 翻译本地的PDF文件 以及制作双语电子书 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实用 第五个工具 Bilibili下载助手 这个工具呢 已经从Chrome商店中下架了 但是我们打开它的主页 依然可以下载CRX文件进行安装 将CRX文件下载到本机 打开扩展程序 将开发者模式按钮打开 然后将后缀为CRX文件拖到这里 即可进行安装 我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它不再进行第二次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打开哔哩哔哩网站 来 朋友们 点击一个视频 在这里打开B站下载助手 合并下载 视频已经下载到本地 来 朋友们 咱们今天来看一看 全球前三大主权基金 第六个工具 YouTube去广告 其实不光是YouTube 所有页面的广告都可以进行去除 添加到Chrome之后 进行设置 点击小齿轮 其实这些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除非有一些广告 我们需要自定义设置 之后打开YouTube 视频就直接进行播放了 非常的高效 而且我们也不被中间插播的广告所打断 看视频的解案感能增加不少 第七款工具 多引擎搜索 虽然他这里提示了此扩展 为棕熊Chrome扩展程序的最佳实践 因此已经无法再使用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Chrome应用商店下载 并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添加好之后将停靠进行打开 点击这个放大镜 我们就可以在多个网站上进行搜索 比如我们搜索大鱼联模型 点击维基百科点搜索 在B应中搜索 再点击搜索 好 这款工具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最后一款工具 是YouTube视频总结 这款工具呢 是一款纯免费的工具 而且基于Germany 其他类似的工具 或多或少都需要收费 都是限制使用次数的 这款工具 添加到Chrome之后 我们打开YouTube进行演示 我们人见人爱 它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总结按钮 只要这个视频有字幕 它就可以进行总结 并且这款工具使用到的AI 是Germany 所以它总结的内容的可读性 也是非常的高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老板的观看 再见